小面涂一点油的话 它就不会粘在一起 今天我们来做韩国的年糕 其实韩国的年糕用的都是粘米粉 它不用糯米粉 但是我们加一点糯米粉 可能它会Q弹一点 先倒上三杯的粘米粉 然后一杯的糯米粉 再加上1 2 小茶匙的盐 现在我们把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然后这是三分之二杯的 多一点的温热水 现在我们先用这个水慢慢的倒 把它搅合在一起 水不要把它一次倒完 慢慢的 我来用手把它搅拌一下 把它大的颗粒的以后把它捏散了 水不要放太多 变成这种状态 就是这样你把它抓起来 它是一团 但是呢 打开呢 它又是粉 就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随便抓抓它就是一团 一个团 打开 它又变成粉末 然后把这个糯米粉呢 就倒在这个蒸锅里面 铺上这纱布 把它倒在这个蒸锅里面来蒸一下 稍微盖起来一点 预防那个水气下来很多 把它稍微盖一点 因为这是热水上锅的 所以我把火打开以后 让它蒸汽蒸 蒸25分钟 好 这个已经蒸好了 我先刷一点油 预防那个年糕 那个进来了以后 它会很黏吗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年糕倒进来 倒进来以后呢 它有点黏的 而且有点烫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凉一下 手上搞一点油它就不黏了 有点黏的 有一点点的干 可以撒一点点的水 多揉一揉 对它不怎么烫了 还是温暖的情况下多揉 这个手上都是涂一点油 后呢就是这样揉 就是把它揉的光滑一点 因为我这个比较硬 它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干粉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吃的时候 你不是还要煮的吗 已经就是很不错了 把它切好 这样以后我们就把它放在冰箱 五块以后它就会硬了 硬了以后你就可以切片 啊 烧汤啊 或者炒年糕啊 都可以 就这样的 看这切口还是挺好看的吧 把它表面呢 都涂一点油 表面涂一点油的话 它就是 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就行了 放入冰箱冷藏 这就是那个做好的那个年糕 这种年糕做好了以后 其实你可以随便自己 怎么吃炒年糕啊 或者是煮年糕 煮韩国年糕都可以 现在我们来把它切一个片 很不错的 很实实的 很实实的 一束 好的 好了 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